從本星期開始 白宮規定工作人員和訪客必須戴口罩 此前 更多白宮的員工新官測試呈陽性 其中包括副總統新聞秘書 凱蒂·米勒 和白宮高級顧問 斯蒂芬·米勒的妻子 特朗普總統說 是他在白宮強制人要佩戴口罩 特朗普說 如果他們跟我相距一定距離 或者他們之間相距一定距離 那他們就要戴 而就他來說 他不距離接觸任何人 這是他上個月說的話 他說他認為戴著口罩會見總統 總理 獨裁者 國王 皇后 不知是怎樣 總之他認為不適合他 梅西卡說 他的擔心的確是關於 有關美國總統戴著口罩的視覺宣傳 他認為對他來說 這個可能預視著軟弱 4月初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建議美國人使用佈口罩 來預防新冠病毒 他說當絕大多數人實際是這樣做的時候 他確實是減少了呼吸道病毒 新冠病毒埋流感的傳播 因此他有雙重的好處 戴口罩絕對是減少傳染 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 亞洲一些國家的人 經常由於各種健康原因 配戴口罩 美國不同 很多人不習慣戴口罩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有79%的民主黨人 在公共場合戴口罩 而共和黨人就是59% 這顯示戴口罩的決定 可能受到政治的影響 一種政治因素 促使一些美國人集會 反對封鎖令 特朗普在推特上予以支持 這些人更可能相信陰謀論 認為新冠病毒 和有關的緩解措施 是推翻特朗普的騙局 詹尼佛·麥瑟卡說 公共衛生的兩極化 是黨派關係的延續 這種關係 在過去幾十年當中 一直在加深 真是很不幸 因為黨派的議程 公共安全受到威脅 特朗普避免戴口罩的做法 是受到了批評 包括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也曾批評說 總統應該在這場致命的瘟疫當中 為美國人樹立榜樣